没想到吃惯包玩浓油的皮卡 会沦落到颗垃圾汤之大 杰克居然比皮卡高大这么多吗 大家好我是babybaby鲜鸡蛋糕 这期我们来看一下 烟牙这部美食漫画最新画吧 上一说到杰克与永世郎的晚餐结束 不止打架2.0也谈吐结束 这块那个男人又出场了 作为东京市中心的狩猎民族的皮卡 居然日光日白出现在街头 而且还宽散了全新的皮肤 披上了屋子斑斑的浅色枫叶 不再扎头发披头散发 反正牛仔裤也换成了性感的霸文式小裤 这身寒头 是从哪个路边叙叙挡美鬼身上爬来的呀 真的太潮太霸气了 这一品必秒什么极品稀利哥啊 从以前只会穿斗蛋布 到现在都会穿的 皮克里是越来越适应现代社会了 这是为了让自己在人类社会 更加自信的精神铠甲吧 我就问你 是鸡茶这身帅 还是现在这身帅了 大皮克这个男人真的很大 虽然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驼背猫背 但尽管如此 还是避免其他路人 比他们高出一两个头 哈哈 不止吧 这种头裤的这种头是吧 一个裸足没有穿鞋子 明明是夏天 却还穿着厚重的外套 它是一个巨大流浪汉吗 不对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能发现它的皮肤和肉体表现出来的凹凸感 根本不是流浪汉该拥有的 虽然粗糙 但是玲珑浮涂 仅次可口 这是印鸦世界最顶件 令人随眼三尺的肉体 这条从脸延伸到腹部的垂直疤痕 大家还记得是谁造成的吧 随着整整午夜之后 皮克突然走去路边垃圾堆 那里早就有三只乌鸦 琢破袋子在开放 是想搞点薯条来吃吗 乌鸦突然发现皮克靠近后 全部都一跃而起的展示要逃 三只鸟儿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走 但是已经太迟 皮克已经沾到那血盆大口就啃上去了 啪了一声 皮克一口就咬中了其中一次 双手快速的抓住另外两只 成功捕破三只原位小恐龙了 随随现代鸟泪 几人抵抗皮克的超反射神经能啊 你们原古的祖先恐龙都办不到的呀 而路人看到皮克 当街略小动物的荧幕都瞎愣了 哇哇哇 什么 抓了了 拍下来 哇塞 他不但抓了还吃起了来了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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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一个毛都不拔 就将三只乌鸦猎死杀入口中 这品尝鲜活乌鸦刺激的举动 太疯狂太野心了 就算穿着人魔人样 但是皮克更生地固野心是不可能消失的 不过那份子吃袭击自己猎物的高傲 已经荡然无存 一个大大下降了 将不到结尾就抓公愿小狐狸小碗熊 还有小鸭子来吃 现在连吃垃圾的乌鸦都不犯过 这次有多饥不择食啊 吃下水道和公园的食物吃光了 才来接上觅食的吗 而看到这现场吃播一幕后 有两门都按着嘴巴大喊 Only shit 不要啊 这些坤坤哥哥究竟做错什么 这两门是有多不怕死啊 要是刺激到皮克样的兽性大发 下一个上头条的机场旅记者就是你了 刚好这次也穿枫叶 方便做案也方便遮挡 喂 而有原来的心口一副接受不了样子 有了放恶心的吐槽真的吃掉了 而且还是三只了一起吃 连一根翅膀都不甚吃得太香了吧 想用完下午茶后 皮克就把手上漏掉了了之舔干净 还不关水干净大拇指真的太讲究了 这次再吃三块寻止原味即逝吧 突然皮克闻到一股饭香扑鼻而来 真的是不属于天洋冻植物该有的香味 诶 是第三那堆垃圾流出来的汁水所发出的 皮克低头看着那一滩臭烘烘的哨水 里面困扎了什么吃剩的鱼骨啊 面条啊 柠檬片什么的 真的脏的不行啊 路人看到皮克的样子都冷汗吃掉 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 皮克慢慢的趴了下来 路人惊哭不愧吧 两门都捂着嘴一副想吐的样子 真的假的 我靠 皮克直接上嘴了 居然贴地上的干水在慢慢的吸在颗烂丸叶 一瞬间 捆扎了各种现代制品的味道只涌上来 撕烟头 臭米饭 发酸油豆腐乌冻 烂鱼骨 方便面 粉包 果皮 毛毛 纸巾 臭鸡蛋 甚至最汉洒洛洛生水也含杂其中吧 真的太致 偶了 开什么玩笑啊 要吐了 不过相比玉皮克在下水倒磕的臭水 这些混杂的各种工业食物添加剂 和厨艺的垃圾摊汁可像喷喷好客得多啦 就像离行古代人 可他从未见过泡面粉煲汤一样 就像过期了变时了 对他们来说 可能都是无上美味吧 是跨越几千年认识的高科技美味 太他妈香啦 而皮克四角朝铁的跪在地上 不断磕着这狗都不舔的自助餐摊子 谈谈高傲的恐龙技最强战士 居然用这种使出灭龙冲撞前类似的趴地动作 来磕这种不纯之物 纯度真的太低太低啦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 至尊和原则都能舍弃 真的太落魄 太丢阁啦 这一幕 简直就是在像时代虚析土下作 像生活低头一样 我的评价是 三不如科列子呢 而过了一段时间 皮克已经把地上干净又卫生的垃圾水吸干 皮克还磕到打嗝一脸满足的样子 选指原味鸡加酒蒸果汁这套餐 吃得他有多爽可想而止 路人纷纷吐槽 皮克将臭水磕干了 上头了吧 而有两个梁门还按着嘴一副想吐的样子 这个双马尾梁还蛮可爱的 这门发型在燕鸦世界太罕见啦 而有个眼睛蓝就大哭 磕了这玩意会死人的吧 见大眼可能会垃圾喷上 当时皮克可是吃生忧都没事原始人啊 怕条毛 之后吃饱饮住的皮克 开始在街头散步瞎逛 他突然发现有人站在自己的面前啦 哇 是人高马大带压嘴帽巨汉杰克 可没膝盖高垫起脚 鸡蛋都碰不到诸如德川 这过于夸张的最门身高差 简直无限放大双方的差距 比之前还夸张 在23CM的杰克面前 感觉德川当作飞机背都显尺寸不够 最多只有一米了吧 连小学生都能秒蜡蜡 但是最离谱的还在后头 在测试图看来 243CM的杰克居然比皮克高出整整一个头了 而且还是双半都驼背的情况下 皮克怎么看也只有220CM左右了吧 经过第四部五三到二次股延长 本来213CM的杰克 终于从第三部的平视显示 做到俯视皮克高过皮克 确实做到俯瞰燕鸭世界所有对手了 我在此宣布 杰克必秒皮克必秒暗地色 确定拥登燕鸭世界第三最高男人的宝座了 路人看到这幕都惊呆了 这是要干嘛啊 拍电影吗 杰克提了鸭嘴帽 一脸色秘密的看了皮克 而皮克却露出纯真的眼神 路人又在战阁速吐槽到 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干嘛 这两个人是人类吗 不愧是穿着不偶福的特技演员吧 这是怪兽大战争吗 而随着皮克的慢慢靠近 德川就像被人觉得排气管一样 突然露出恶养的表情 接着就按着壁纸抱怨 其里压着屁屁 这是怎么喂人啊 太臭了吧 德川这个线 之前在五战当麻醉皮克去实验室的时候 也受不了皮克这么充了味道 皮克发出野兽低名声看了杰克 是不是会想起这玩意 是自己挂在天台风干的 激瘦肉干了呀 而德川接一脸震惊的提醒道 杰克啊 在这里可不行啊 刚才德川是特地带杰克过来 见皮克该干的 不是过来向皮克投资什么猎用的啦 是杰克主动提出要打这二方战的吗 接下来舞台 会不会转到地下竞技场啦 突然德川又脸色大变 嘟了嘴发出一声怪叫后 突然说到壁出眼泪物的嘴说道 杰克啊 即使你可以 但是皮克的味道也太充了 臭死人了呀 诶 杰克 就在这时 杰克已经快步前充了 他是要不理劝告 直接在大白天来一场街头大战吗 砰 杰克突然露出海龟嘴 不顾臭味双手抱住了皮克 紧紧的抓住后 老嫂的后背身心拥抱起来 杰克心想 皮克 我一直一直都在失恋着脸 一直一直都在想着你啊 我操 这贴贴的墙拥着表白般的台词 简直就是以求别重逢爱人再次相遇一样啊 真的太木毛啦 这分精明眼一看 简直就像一个蛋的头沙 穿着白裙的新娘子一样 有情人忠诚眷属啦 这个都加严重 皮克就是让他们流口血美了 是好美 太他妈美的超肉体完美洁精品啦 什么周围什么邋遢都掩盖不了这种光芒的 日子越想想和皮克开盖的人大有人在 更别说皮克是全方面吊打杰克的仪式 影响自己超多对象啦 咬到大神的杰克怎么可能不想复仇的呢 除了爱 还有什么人要用变强啦 究竟皮克和杰克会不会直接开打 双方会丢失什么零件呢 我们下期再说